主料,五花肉500克,胡萝卜300克,马蹄200克,辅量,油,盐,葱,姜,生粉,准备时间,10-20分钟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一小时,准备材料,五花肉剁成肉泥,胡萝卜剁碎和马蹄一起在开水中焯一下,胡萝卜剁碎和马蹄一起在开水中焯一下,拌入肉泥中,加适量生粉拌匀, 锅中水烧开,用手劲挤猪狮子头的形状,用勺子舀入锅中,在成型时舀出再放入第二个,承在剂米中放入锅中蒸熟即可,烹饪技巧,肉泥中可以根据个人的喜好加入鸡蛋,虾皮等材料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 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